今次歌曲的班底其實都算是一個全新的合作 曲詞就是KW 朱文熙 然後編監就是賴映童 小童 所以今次其實都算是一次很新的合作 我也非常之開心 也都很開心可以跟他們學習到更加多的東西 其實它是屬於一首情歌 然後我一聽到這個旋律和詞 其實我就已經這首歌好聽 而且我非常之喜歡它的詞 雖然它的詞是一首已經是一個展示的詞 但是我沒有改的 我全部都是採用它原色原味的歌詞 因為其實都很打動到我 而且我也有看過這份歌詞是咸語 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份歌詞 我自己竟然可以很投入 其實這首歌的編曲我也是有一點點想法的 就是因為其實歌詞都已經感覺到 是一個在宇宙上面 在太空上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也在想 可不可以有一個呢 就是類似那種好像隕石移動的聲音 然後就令到這個前就更加的 空曠 更加遼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小童是做到的 也很感謝 因為我都發了幾個意見給他 大家都在想著 可以怎樣把我的意見放在這首歌裡面 其實我覺得 因為導演他在 在未今天拍攝之前 已經跟我走過一次 所以我對他的故事 都非常深紅感受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 但是他至少給我感受了前面的那種 開心幸福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種快樂的時光 到後來可以再拍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到 當然我們男主角Timothy 他都非常之大動到我入戲 所以我覺得 今次想不到自己可以哭出來 我平時要不然就哭不到 要不然就這樣捱住了 但是我感覺到哭了 但是沒有眼淚 所以今次我覺得 非常之幸運的一天 也都很感謝大家的一個幫助 本身我對這一首歌 比較 情感會比較濃烈一點 然後就是 就是再加上導演的故事 再加上男主角的一個大動 然後就是 手機也有幫助 因為這個手機的時間 剛剛好 我一拿起身打電話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520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就 然後就 哭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今次 這個環境 也都給了一個氣氛 其實在這個MV裡面 加插一些愛太空的畫面 我是沒有 沒有說到這個 但是我覺得 歌詞上 可能令到導演有一個想法 還有 我自己一聽到的時候 我都 好啊好啊 所以就 最後加插了 但是我覺得 都非常之驚喜的 就是其實現場 都會有一些 愛太空的元素 然後再加進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個是導演的小小的心事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細節的位置 大家可以再看幾次MV 回味一下 Long D 其實我本身不知道Long D是什麼意思 但是呢 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 因為問過人了 Long D原來就是一個 異地戀的一個關係 然後呢 就可能距離跟對方比較長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自己會不會接受 但是我暫時來說 我會接受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 但是我覺得 暫時這一方面覺得 就是可能 這個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可能 如果大家可能天天對著的話 就可能很快會要 但是這個Long D的關係 就好像 每次回來都有新鮮的感覺 我暫時這樣想 但是我不知道 現實中是不是真的這樣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去說回大家的一段故事 其實我燒點有點低 所以剛才也會有一點忍不住笑 但是我忍不住笑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很尷尬 但是也因為很尷尬 是因為自己假到自己笑 就是 例如 例如 可能 男主角有出軌的訊息 他就是寫 你是不是在另一個城市 然後 我很掛念你 Do you want me? 然後他那個 Do you want me? 他竟然加了一個這樣的手勢 然後我心想 這個出軌應該是他第一次 不然他也不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 然後 還要寫人家的名字 還要有一個 Do you want me? 我一看到這個表情 我就燒了 因為我覺得有點肉麻 所以 是這樣燒了 但是通常都不是因為男主角的事情 通常都是因為自己 然後尤其是看到這個 所以 而且我拍照 如果大家叫我鼻心 我是很少做心的 因為 我覺得做心有點尷尬 所以 就是這些啊 這些啊 我也不會做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就笑了出來 真的 真的 因為上次 Only for me 的時候 買跳滑耳朵 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已經算近了 但是想不到 這次更加近 但是我覺得這次 也算是一個新的嘗試 還有 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不會覺得尷尬 因為始終都是做一段戲 還有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 男主角也真的很懂得演戲 所以 他可以 帶動我入了那個故事裡面 所以 其實完全 如果真的大家都投入了在那件事情裡面 我覺得 不會有尷尬 還有不會覺得有 不舒服的地方 我覺得 這次可能有 六分吧 這次已經算高分了 給自己 因為可能下一首歌 會 但是 再加油 但是 還有 我認為今天的天氣 或者大家的這個氛圍 都幫助到我 所以 然後再加了一些幸運元素在裡面